徒伪邓丽君在金门演唱。邓丽君的父亲是和北极的国民党军人,1949年去台湾,由于绝大多数的去台军人都是两袖清风,他们下一代的生活也都相当辛苦。 邓丽君小时候几道歌听唱歌,一有限的收入缴纳自己的学费,徒为邓丽君演唱现场与士兵互动,他常年听父亲江苏大陆互相的种种,对大陆有着极深的向往之情。 在台湾超级巨星中,只有邓丽君一个人如此,热衷于分文部曲的劳军演唱,尤其他在日本每出一张唱片的收入,动辄一千万台币计,还在香港购置了价值不菲的别墅,如此身价去还喜欢到军队里去义务演唱。 据邓丽君自己说,由于出身军人家庭,从小看着穿军装出入的父亲,对军人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邓丽君喜欢到金门,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吉那里最接近大陆,可以清楚秀的神州的气息,徒为邓丽君在金门时在军人塑像下流影。 对于去台国民党军民第二代而言,由于父母常年谈到家乡往事,大陆成了魂营梦先的土地,厦门虽然不是整个大陆,不是长江、黄河,不是戈壁、河西走廊,但它仍是道道地地的大陆土地,像邓丽君那样的去台第二代,即使透过望远镜看到对岸的厦门,内心都会有难以自意的激动。 邓丽君在金门时,陪同军人向邓丽君指示,大陆所在的位置,遗憾的是,直到邓丽君促世时,他始终未能回到河北故里。 以上图文选字,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,精装合定本,秦峰老照片管编,山东画报出版社,2012年7月出版,版权所有,秦权必究,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,1996年12月出版第一集, 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从书,每年出版六集,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,定格历史。 是自己的检线,许随性世界出版社道 motor有割对中国水ían出版社老人之版的公元 »,同以下组